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回公路后续拓宽改善计划 为解决香兰多两段的交通瓶颈问题而努力 他们用心打造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引领美丽的东台湾 迈向充满希望的未来 台九县南回公路是台东民众 前往高平地区的必经之路 肩负地方经济发展与民生运输的使命 可以说是维系台东地区命脉的生命之路 早期南回公路香兰到多良段 是沿着海岸县兴建 由于海岸侵蚀的影响 道路基座被海水充实无法修复 因此后来的南回公路便已往上边坡 沿着蜿蜒的山壁构筑 形成如今的道路线形样貌 随着台东地区的交通运输流量逐年增加 道路线形不佳的南回公路香兰到多良段 经常出现塞车现象 沿着山壁新竹的道路 也容易受天然灾害造成贪方而中断 影响台东的连外交通 为了改善道路线黄 提升行车的安全与效率 公路总局推动台九县后续拓宽改善计划 针对其道路线形不佳 以及容易因天然灾害而摊放的特性进行改善 为台东地区的民众打造一条安全回家的道路 由于南回公路香兰多两段 紧邻太平洋 下丘两季台风轻扰频繁 若出现连续性大雨 很容易就产生边坡滑动的情况 因此必须在道路规划时 就将此因素纳入考量 加上这一段公路紧贴着山壁 为了避免大规模开挖山壁 造成环境破坏 公路总局设计以半边桥或兴建桥梁改善连续弯道 向海侧单边拓宽的方式办理 规划A1标 A2-1标 A2-2标 A3标等四个施工界面 进行三车道及四车道的工程师座 可同时兼具运输效率与行车安全 由于本路段工程 紧邻海岸侧师座 施工困难度较一般工程高 特别是临海山壁陡峭 高低落差大 要在如此艰难的工作场域施工 对工程人员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为了让工程能够顺利进行 工程人员在施工场域搭建钢构平台 方便放置机械器具 同时让施工人员能够在临海陡峭的山壁旁 进行半边桥的升基础施作 由于施工腹地狭小 工程人员经常必须绑着安全带 像是蜘蛛人一样 在紧邻陡峭的山壁上施作 一不小心就可能会造成失足坠落的危险 也让整个工程的进行增加了许多困难度 在临海边坡施工 除了要解决施工场域的问题 在工坊上也必须因应高落差的地形 采用适合的施工方式 以打造后市安全的道路 为了打造一条最稳健安全的道路 公路总局工程人员 以追求最高工程品质的核心标准 打造台九县南徽公路 成为台湾东部永续发展的优质导物 南徽改善工程 加油 由于南徽公路香兰多两段 多行经山坡地 加上气候多雨 降水十分丰沛 种种不利的天然因素 常造成道路边坡灾害的发生 因此工程人员除了加强边坡防护 及坡面挡土设施外 更透过边坡滑动监测系统 有效掌握各项影响边坡稳定的环境因素 以及设施所产生的变动 来确保边坡的安全 湘南多两段除了临海山壁陡峭 地形切割深不好落蹲 增加施工的困难度外 大自然力量的挑战 也是工程人员急需克服的困难点 本段A3标的施工场域 位于河口地带 地势低平 加上景临太平洋 当大潮来临时 海水经常会蔓延到河口 增加许多施工的难度 当夏秋台风季节和雨季来临时 也容易引发海水倒灌 及河水暴涨 严重威胁人员和施工机具的安全 102年中秋节来袭的天吐台风 便造成金轮溪暴涨和海水倒灌 冲毁施工变道 影响施工的进度 如何克服大自然力量所产生的施工阻碍 成为本计划A3标必须解决的难题 南杆尔为了替台东乡亲 打造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工程人员与天争时与海争地 在施工安全第一的原则下 努力掌握施工进度 以确保本计划工程能够如期完成 由于本计划道路沿着海岸兴建 加上部分路段行经山林地带 生态资源丰富 公路总局以严格的环平标准施工 以减轻开发对自然环境和生态棲地产生的影响 工程人员在施工期间 会持续进行环境监测 以及相关环境生态物种特性的调查研究 调查结果可反映出 道路施工期间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冲击 研究所得资讯 可应用于南回公路未来的生态保育工作上 此外公路总局委托国内生态调查经验丰富的 中华民国自然生态保育协会 进行环境制调查研究及环境监测作业 以了解属于保育鸟类的环境制 在本计划施工过程中 对其分布情形、族群与繁殖状况 可能造成的影响 并拟定对策 目前成效十分良好 达到预期临干扰的效果 台九县南回公路透关改善后续计划 它兼顾了整个台东地区 发展的一个重大使命 我们期许这项道路工程 它能够成为我们国内 重大工程的一个最佳的典化 我们更希望能够为台东的乡亲面 来打造一条安全便捷 而且抗灾能力很强回家的道路 在公路总局工作人员的努力下 这条凝聚希望的道路开始渐渐成型 未来 它将是陪伴台湾东部民众回家 最安全稳固的道路 为台湾东部图写最美一个列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